大家好,这里是蜂蜢蜓点蜥 今天我带大家分享一下 给杜宾帮啊 而且呢是自己制作的这个利尔棒 这是两根这个 西瓜 粗一点的啊,能喝珍珠奶茶的西瓜 这是纸抽 卷罩里面 还有这个三岸的粥带 卷几层 咬三层 三张一般六张吗 六张这号两只耳朵 你这个 棉花 这的话 他插在耳朵里面不容易划伤他的耳朵 然后这个 胶带 竖着粘一下 粘一半 然后翻过来 这边是带胶的吗 用来固定这个纸抽 铲几公分以后呢 把胶带翻过来 翻过来铲 这什么 这什么 这的话这边带胶 他耳朵贴在这上面的时候呢 容易固定 嗯 这就好了一只 另外一只同样的方法 现在一桶有点大了 用三张 他第一次用的时候 用两张就行 这个根据他的耳道的大小 增加这个纸的厚度 好了 这就两个粘耳棒制作完成了 外面带胶的是容易 他的耳朵贴上去 如为固定 上狗 哎 别动 他的抱抱 抱好 坐好 快 坐直溜了 坐直溜了 这个左都要坐不下他了 来 把呢 看一下他耳朵 然后 如果脏的话 需要擦一下 这还是不脏 别动 他这有个细眼啊 他这个耳朵的前面的边缘啊 是折过去的 看到了吗 一定要折过去 要不就不好看了吗 不是不好看 不折过去立不起来 啊 马上变成白娘子 看这个部分 那个看的不仔细 对 这个地方是有个折过去的部分 前面 耳朵前面 前方 这个部分是90度折过去的 你看到 嗯 能看出来吗 如果这样绑了一下 耳朵不好立 嗯 不好立 而且容易把这个地方 磨坏 这也是我 在网上找了无数材料 资料 发现的一些小细节 自学成材料呗 不是这个很 很少有 防耳的教程里面提到这个部分 松紧肚自己掌握就行 不用太松 但也不用太紧 现在好了 不用上药了哈 不用上点伏 对 点伏是因为有伤口 前期还得上点伏 不 是不是知道自己绑上不碎 所以不愿意绑 嗯 好了 看 之前小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中间还得可拉一刀 现在不用拉了 现在他耳朵已经变形了 对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绑多长时间 一直绑了它 这个没准 什么时候彻底不用绑 几岁 放开以后 几天都不变样就可以了 现在一放开 我们这个 昨天早上放开了 到今天双双有一点点 变形了 就是自己观察一下 好了 下来 这个也不能保太多时间 即使是巩固的话 最多也就保三天 超过三天以后 耳朵里面就容易发臭 一楼 一楼 哎呀 像老牛子 过来 不动 哎呀和龙子一样够了 巨硬 对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下期见